NEMO的生物教室 可能会结婚会生小孩 都是跟这两个分裂有关系哦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 第一个叫做细胞分裂 那我们要学好一个单元之前呢 同学要记得要问三件问题 哪三件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科学呢 就是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是目的 那第二个是它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它的过程 那第三个呢就是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应用 所以记得哦 有三个问题要问 一个是目的 第二个是过程 第三个它是怎么应用的 好那我们就先从目的开始 那细胞分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有三个目的哦 第一个就是用来生长 修补跟更新老化细胞 好什么是生长呢 各位当你在妈妈肚子里面 开始成型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从一颗受精卵 分裂变成两颗 变成四颗八颗 二乘二乘二这样成下去 你的细胞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身体的细胞 其实还在不断的分裂 这就是生长的过程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修补 什么是修补呢 就是有些时候 你不小心会切到自己的手 做菜的时候 切到自己的手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的细胞会把那些 失去的细胞怎么样 把它长回来 那也是利用细胞分裂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其实有些时候 细胞会老化 你每天可能会掉头发 或是你的皮肤晒伤 也会脱落 那没关系 我们身体也会把那些 老化的细胞把它长回来 那就是一种 更新的一个效果 那细胞分裂呢 它到底呢 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用在一些生物上面 像是植物呢 你在家里也没有种过 那个所谓的黄金葛 它是一个绿色的一种植物 对不对 藤蔓 当你把它剪一半的时候呢 拿去种 你就会得到了两株黄金葛 或是很简单 你在吃地瓜之前 你先把地瓜切一半 然后呢 再拿去种 这时候会得到几颗地瓜呢 过了一阵子 你会得到两颗地瓜哦 这是很神奇对不对 所以这是用到细胞分裂 那细胞分裂其实说来很简单 就是从一颗细胞变成两颗一模一样细胞 那这就是细胞分裂的过程 所以我们先告诉您它的目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它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 首先呢 细胞分裂其实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染色体会先进行复制 那复制完之后呢 它会排成一直线 然后最后呢 会分裂成两个一模一样的细胞 那第一步呢叫做复制 那各位先来想一下 复制之前呢 我们先来想一下 这个细胞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叫什么呢 就是染色体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图上面有个染色体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老师是用了四条染色体来当做例子 因为我们人有46条 不过呢46条太多了 我就用四条来当例子 那各位注意到这边 大小形状相似的 这个两两层对的染色体呢 还记得叫什么染色体吗 叫做同源染色体对不对 就是一条来自爸爸 一条来自妈妈 所以这个两两层对的大小一样 叫做同源染色体 各位要记住哦 好 那么这个染色体呢 在这边有两对对不对 一对是蓝的 一对是绿的 一对是红的 是用这个颜色帮你标出来 好那他们会先进行什么事呢 他们会先进行复制哦 复制之后呢 各位 这个染色体呢 它会从一条长出隔壁再长出一条 那看起来原本1就变成一个叉叉 X的形状 所以这个呢 有经过复制之后 它的染色体看起来像一个叉叉 对不对 那注意哦 这左边跟右边那个叉叉连在一起这个呢 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染色体哦 所以你会看到有四个叉叉对不对 那这边就是它经过复制之后结果就会看到叉叉 所以各位同学记得 看到这个叉叉的时候代表它已经经过了复制 那接下来呢 这些染色体会全部排成一直线哦 那有些时候你的课本会是画横的或画直的 没关系 你只要把头一看一下 就是OK了 所以老师现在用的是上下分裂 所以你看到我排成横的一直线 那排成横的一直线要做什么事呢 这个细胞呢 会从这个中间的往两侧分离 那老师这边有画出很多这个一丝一丝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仿锤丝 它是一种蛋白质做的丝 它会把染色体呢 把那个复制过的染色体把它拉开 所以当它呢 拉开之后呢 接下来进到下一个图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会看到它会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细胞 那这就完成了细胞分裂 所以细胞分裂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染色体会进行什么呢 先进行复制一次 然后复制之后呢 再把这个复制过的染色体 均分为二 变成两颗细胞 就是完成了细胞分裂 好 这就是细胞分裂的过程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碱数分裂 好 那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碱数分裂 那同学刚好会想说 刚刚不是讲过细胞分裂吗 细胞分裂不就让你生长 修补又更新老化细胞 什么事该做都做了吗 其实没有细胞分裂 好 只完成了一部分 那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碱数分裂要做的是什么呢 它只用在一个很神奇的时候 就是有性生殖 什么叫有性生殖呢 就是会有精子跟卵子的时候 各位进入青春期 你的身体会开始制造精子跟卵子 那它是做来什么用途呢 因为为什么叫碱数呢 各位 这个碱数分裂用在产生精子跟卵子 因为精子跟卵子的染色体呢 其实只有人细胞的一半而已 还记得你染色体有几条呢 是不是46条 所以碱数分裂就是把46条 把它减半 变成精子跟卵子只有23条 那这23条呢 将来有一天呢 精子碰到卵子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结合 我们叫受精 受精之后呢 本来的23加23 加起来都会变成46条 所以一个人就会变成46条 人射体 所以呢 碱数分裂的目的 只用在产生我们的配子 配子是配对的意思 配子就是精子跟卵子 那等到有一天呢 你结了婚 对不对 这个受精作用发生之后呢 你会生出小baby的时候呢 这时候小baby身上的染色体 又是46条 对不对 各位那想想看 如果没有碱数分裂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的小孩呢 假设你的精子是46条 卵子也46条 那结合就变成几条呢 92条 对不对 就不是人的嘛 那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人的身体 染色体只有46条 所以碱数分裂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染色体做个减半的动作 减半之后呢 才能够去进行受精 所以这是碱数分裂的目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碱数分裂的过程哦 好 碱数分裂呢 一样的 各位这边有成对染色体 对不对 这边有四条 红的两条 蓝的两条 还记得跟细胞分裂一样 那没错 你会发现前面的过程也一样哦 它会先进行复制 那复制之后呢 你就看到这个 叉叉的染色体出现了 对不对 代表它已经完成了复制 好所以这一样的动作 那这个染色体呢 它复制完之后 接下来它跟之前细胞分裂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各位看到了没有 它这个染色体呢 排成了两列哦 是同样染色体跟同样染色体 互相并排的方式存在 所以呢 它会排成两列 两直列 那排成两列的目的是什么呢 等一下它们就会从中间 怎么样分离开来 所以第一次呢 这个开始之前 会先排成同样染色体 排成两列 好那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这排成两列的染色体呢 就会互相分离 这叫做第一次的分离 我们把第一次分离叫做 同渊染色体的分离哦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本来成对的染色体就怎么样 就分开了 OK 所以这就是第一次的分离 好各位同学 那当第一次的这个分离结束之后呢 这个同渊染色体已经分离成两颗细胞 我们看到 好那这时候 它们已经形成所谓的 不成对的染色体 往后发现了 那接下来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 已经经过复制的这个 不成对的同渊染色体 再怎么样呢 再经过排成一列 然后再把它们分离 两颗细胞再分离一次 就得到四颗细胞 对不对 各位同学在图上 它们看到四颗细胞 那这四颗细胞有什么特别的呢 第一个 你会发现 它们的染色体 已经是原本染色体的什么呢 减半了对不对 所以已经染色体减半了 那减半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些染色体 其实你会发现 它们已经不成对了哦 所以这叫做 单套不成对 就像拖鞋 对不对 当你一只 不小心弄丢了 你只要一只鞋子 人家就叫做单套 所以像筷子也是一样 单套不成对 对不对 好 这些都单套不成对 那总共有四个子细胞哦 刚刚细胞分裂是两颗 一模一样细胞 但是这个四个子细胞 其实里面的染色体 就长得不太一样哦 所以这才是解释了 为什么你的兄弟姐妹 跟你长得都不一样 因为爸爸妈妈 每次产生的 精子跟卵子的 里面的染色体的组合 都不太一样 我们在遗传的部分 会重新介绍 好 所以解除分裂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再回顾一次 就是一颗细胞呢 染色体本来是2N 对不对 就是成对的染色体 经过一次的复制 然后呢 第一次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排成两列 然后就同源染色分离 分离之后呢 再继续把这些复制染色体 再分离一次 所以复制一次会分离两次 第一次叫做同源染色体分离 第二次叫做复制染色体分离 所以又产生了四个子细胞 那这四个细胞里面都有 单套不成对的染色体 所以这就是减速分裂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把减速分裂 跟细胞分裂做个比较 大家会发现 细胞分裂呢 它的染色体呢 它会经过复制 然后再怎么样 再减少对不对 各位看一下这个纵轴的地方 就是那个遗传物质的含量 很久就是它的过程 所以细胞分裂的时候呢 染色体或者是这个遗传物质呢 会先备争对不对 复制 然后再分离 所以最后的结果 跟原本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减速分裂呢 则不一样哦 它的遗传物质呢 经过复制之后会分离两次 第一次叫做同样染色体分离 第二次叫做复制染色体分离 那分离之后呢 就会得到的是染色体减半的数目 所以这两个分离就有这样的差别 那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那各位同学回去要好好复习 比较一下这两个细胞 分裂跟减速分裂的差异 那相信你一定可以学得很好 那我们课程就到这边解释 谢谢大家